各位同學大家好 現在我們要上的是第五課 MxNet 框架編程介紹 好再上之前的課程 一到四節 我們比較重視理論的推導 好讓你們知道這個 神經網路的優化 是使用這個T度下降法 那T度下降法要 使用的這個條件 就是要這個 整個預測函數裡面 要所有的函數 都是要可以微分的 那但是我們也發現 一件事情就是 只要我們 我們可以把所有的這個 部分拆解成 可微分的部件 那只要我們可以解決 其中的部件的話我們就可以用 連鎖率把整個函數的 微分把它求出來 所以說 在實務開發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人現在 在做這個 神經網路開發的時候 並不會真的去推導那些 數學公式 而是會使用這個 框架來進行這個 操作 那我們今天就要介紹這個 一個很重要的框架 叫MxNet 好 那這個 如果你在Window裡面 或者是Mac 你要安裝MxNet的話 你可以使用這串指令 用這串指令 複製到這個R裡面 就可以把它 安裝好了 但是這個是安裝CPU版本的 如果你要安裝的是GPU版本的話 那你可能需要點擊這個連結 然後去這個 去看它裡面的說明安裝 但是安裝的難度會高滿多的 好那我們這邊我已經安裝好了 我們要使用這個套件 我們一樣LibraryMxNet就可以用了 注意件事情 它並沒有辦法在 就是 它並不是在那個 CRAN裡面的套件 所以你用這個package install.mxNet 這個你是找不到的 好不好 那 在之前的課程 我們開發神經網路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定義下面幾個元素後 再進行開發 好第一個是 我們會先定義這個 資料結構 那資料結構就是我們這個 資料一開始的這個dimension 好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假設我的這個 假設我的input是一個矩陣的話 是一個n乘m的矩陣 那我就要定義好 這個 結構長這樣子 那如果不先定義好咧 那這個 矩陣運算就沒有辦法算嘛 好所以說我們要先定義這條結構 那下一部分 我們需要定義我們的 預測函數的結構 好也就是我們的網路結構 那除了預測函數以外 當然還有損失函數啊 然後最後我們再決定我們的優化方法 那優化方法目前我們就學過SGD跟A等 兩個方法 隨機梯度下降法 跟自適應的這個 這個優化方法這樣子 那所以說在mxnet裡面 我們要做一個神經網路的運算 那我們也是依照上面三個結構 來寫出這個相對的語法 那分別是寫出這個Iterator 然後跟這個model結構 還有opminor 然後這三個部分 那我們就依序學習如何編寫這三個部分 並且了解怎麼樣把這三個部分結合在一起運算 然後注意一件事情 在mxnet裡面 mxnet這個框架 它的底層並不是R語言 所以等一下我們在寫mxnet的時候 它的這個編寫結構 會跟我們以前寫的這個R語言 會有一點點小小的差別 好那我們現在來假設我們要做線性回歸好了 那它X跟Y的關係如下 好這個是我們要產生模擬資料 好現在我們在我們的右手邊 你可以看到我們有X1X2X 然後還有Y 那它分別會變成這個 我們分別把X1X2整合成XArray 然後Y變成YArray 然後Dimension分別是 這個21000跟1000 那要注意一件事情 你在mxnet裡面 在做開發的時候 總共要做三個部件嘛 分別是前面這邊講的 這個疊代器 網路結構跟優化器的部分 所以在這裡 我們通常會 開個資料夾 好我們這邊開個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就叫Model 1好了 那我們在這Model 1裡面 我們可能會開個新的語法 第一個 好我們可能第一個叫做 我們就要寫疊代器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 產生資料的部分 然後把它放在疊代器這裡 好注意你 你好還要Library Mxnet 好接著 有了這個原始資料之後 我們需要產生一個 Function 叫Iterator Core Function 好這個Function的結構 之後你們就照這個超好了 這個Function的結構主要 這個Function就是一個R元 一般R元的結構 那你要注意一下 它裡面必須要幾個東西 那這是不能少的 好第一個是 這個它裡面必須要 一個叫Bench的東西 這個東西是紀錄說 告訴這個Function 紀錄說我們目前 運行到第幾個Bench 好這邊我們再講個 特殊的定義好了 就是在實務上 我們在開發這個 神經網路的時候 我們常常覺得說 我們會使用 100萬張圖片的ImageNet 那這100萬張圖片 而每一個Bench 我們可能只抽100張上來用而已 那 我們 在我們之前的課程中 我們怎麼決定那100張呢 我們是不是都從這100萬張裡面 隨機的抽100張 隨機的抽100張上來 但是這樣子就會遇到一個問題 有時候 可能有某些Sample 他在抽了1萬次之後 他可能被抽了4、5次 那有一些Sample 可能被抽0次 好所以說 我們在實務上開發的時候 實際上我們不是這麼做的 我們是 假設我們的Bench 總Sample Size是100萬的話 那我們通常一次抽100 那我們第一次做的時候 就是做1到100 然後第二次做的時候 就是做第101張到第200張 第三次做的時候 就是做第201張到第300張 好依此類推繼續下去 所以說 那我們當我們把這個100萬 全部都做完之後 我們會給他一個 我們叫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叫一個Epoch 就是EPOCH 好 那這樣子 所以說 以剛剛的例子來講 一個Epoch總共有1萬個Bench 就100萬張圖片 然後每個Bench 100張嘛 所以經過1萬個Bench之後 那這個一個Epoch會結束 所以這個Bench等於0 他其實是在記錄 目前是在第幾個Bench 好那接下來下一個Bench Per Epoch 這個Bench Per Epoch 就是告訴我們的迭代器說 我們要過了幾個Bench之後 這個就是 這個Epoch就結束了 那所以說 我們這裡用了這個Lens X Array Lens X Y Array 它是1000 1000除以Bench Size 所以以這個 1000這個就是總樣本數 總樣本數除以這個Bench Size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得到 過了幾個Bench之後 它就是一個Epoch 接著 我們需要一個函數 內部的函數 Reset 等於這個Bench 然後把它歸0 好這個 這個函數完全不用改 在未來做的時候 完全不用改 好注意喔 這整個結構 這整個結構裡面喔 這個東西 是會隨著Data變化的 但是這個Bench 0 跟這個Reset 它是不隨著變化的 好 以同樣的這個Ether.next 這個意思是 當我打下這個函數之後 我就把我的Bench 變成Bench加1 好 也就是進入下個Bench 所以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也是不改的 好也是 未來就算我們換了任何這個資料集 這個函數也是不動的 好最後還有個函數叫Value 這個Value這個函數喔 就是產生資料函數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怎麼產生的 好首先 我們先產生這個IDX IDX是什麼呢 是1到BenchSize 加上Bench-1 乘以BenchSize 好這是什麼意思 假設我們BenchSize是20 那我們的Bench 一開始 第一次是1嘛對不對 那1-1乘以20是多少 0 那1到20 所以這樣IDX就是1到20 這個IDX就是我們的所引數 好 那所以說當Bench等於1的時候 IDX就等於1到20 那當Bench等於2的時候呢 那就是1到20 加上2-1乘以20 所以就是1到20加上20 所以是21到40 所以當Bench等於2的時候 我們的IDX就是21到40 那Bench等於3的時候呢 我們的IDX就是41到60 依此類推 好那 這個IDX就是我們的所引數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所引數 來這個 進行這個 就是 運算 好 可是啊這個時候我們遇到了一個問題 我們遇到了什麼問題呢 就是如果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Bench size 我們的這個 就是到了最後一個epoch的時候 舉個例子來講 像我們總樣本假設是1000 那 可是我們的每個Bench是30 那這樣經歷到第三十三個Bench的時候 他拿到的是961到990嗎 這樣沒有問題 可是第三十四個Bench的時候 他是不是991到1020 可是問題是我們只有2000個樣本啊 從1001到1020 這20個樣本我們是沒有的 那我們怎麼辦呢 所以當我們的IDX這個 大於我們的這個 Sample size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從前面 然後再抽這個 相對數目的這個 東西 然後把它填進去 好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假設 我們今天的這個 假設我們今天 就是以剛剛的例子來講 總樣本是1000 然後每個Bench30 那第三四代的時候 我們前十個樣本 就是991到1000 然後後面20個樣本 就是從1到1000 裡面隨機再抽20個數字上來 然後讓他把它 就是拿這些數字 然後再進行下一步的抽樣 好有了這些data以後 下一步 就mxndarray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東西用這個xarray 然後把它抽出來 好這一個xarray 這個就是我們把這個 某一些column把它抽出來 這邊我們再注意一下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定義我們的xarray跟yarray 這個bench size 是放在最後一個dimension 這個是我們以後要做 mxnet的開發的時候 我們習慣就是要做這樣的格式 為什麼呢 因為之後 我們很有可能會遇到說 這個覺得說像是圖像 那圖像 它可能有長寬 然後跟這個channel數 就是channel就是這個 紅綠藍 然後三個channel 然後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維度 我們的每一個 每一個data input的維度 就是三維 那我們bench size 如果每次都放在第一維的話 這樣就不方便 所以我們都把bench size 放在最後一維這樣子 好 有了這樣的 這個 有了這樣的這個 把這個東西抽出來以後 接著下一步 我需要確保它的dimension 是跟我的這個想法是一致的 所以我要再用array這個函數 把它的dimension固定為2 然後bench size 注意啊 這個因為這個idx長度只有benesize 所以我要再把它固定它的長度 最後我再用到一個函數 叫mx.ndarray 好 這個是把這個 這個array是一個r的array 然後把它再轉換成這個mx.ndarray 然後這樣子變成data之後再把它輸出 那如果label的部分也是依次類推 好這樣子的結果我就產生了一個 myiteratorcore這個function 好我們把它全部執行一次之後 然後我們接著看下一步 好到了下一步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結果是什麼樣子好了 這個上面這一步啊 我們寫的這個myiteratorcore function 這個function大家都看得懂嗎 因為這是一個標準的r function 可是在mx.net它的背後是c元 所以我們要寫一個c元的function 那c元的function怎麼寫咧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怎麼寫 好那就是我們現在myiterator function 好這個就是這個看起來跟r元的開頭是一樣 這是一個r元的物件 但是你要寫c元的function的時候 然後你需要用到這個setriffclass 好這樣子的話 所以後面這個部分呢 我們都不用改喔 這就是一個c元function的標準架構 那樣子長什麼樣子呢 首先這個是那個function的名字 好這個不用 這個你可以隨便打什麼都可以 這個無所謂 但是你也可以不用改這樣 然後接著 你要這個function的input的參數總共哪些呢 總共有bench size 因為這跟上面這個bench size對應 然後還有這個iter 這個iter不用改 以後都要有 但是這個就放著就好了 好接著這個contents rcppmxarraydataiter 這個東西就是不能改的 這個就是我們要產生的這個 function的格式是什麼這樣子 好接著後面這個部分啊 基本上也是通都不用改的 我們來看一下需要改的部分在哪裡 需要改的部分只有在這裡 這個initial這裡 functioniterbench size等於100 所以假設在未來你的core 你的core function多了幾個參數之後 你就是必須在這裡加 除了在這裡加以外 還要在這裡往後加 好加了以後 你就要用這些參數 然後使用myiterator core 然後把這個iter 給它放上來 下面的部分一個字都不用改 好到此為止 你就有一個myiterator function了 好那有了這個function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使用它好了 好那有了這個function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指令 然後產生一個myiter myiter myiter你現在打的時候 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沒有關係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裡面不是有好幾個 內部函數可以用嗎 有reset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reset reset完了之後 我們再讓它這個跳到下個bench 好它打true了對不對 然後打true了以後 你就可以產生這個value 好你產生value的時候 你注意一下它是不是產生了 20個data跟20個label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20個data是哪20個data呢 實際上就是xarray的 第一個到第20個data 看到了嗎完全一致 那如果我們再按次next 然後再產生一次value 好你就看到 這就是第21筆到第40筆data 好我們再去看一次 好完全一樣這樣可以接受齁 好所以說這個myiter myiter這個物件 就是我們在用做mxnet運算的時候 所需要的iterator 好那接著我們要定義我們的 model的結構 那我們以線性回歸為例 我們的預測函數如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產生我們的這個 呃就是 我們要怎麼產生我們的這個 呃模型結構 那我們先開一個新的語法 叫model.r 好ok 好這邊要注意的是 我們要定義模型的結構 我們要定義模型的結構 在mxnet裡面定義模型的結構 我們要先預先定義好 它樣子長什麼樣子吧 所以說我們的這個模型喔 必須有一個起點開始 這個起點喔 我們要用mxsymbol 然後variable 然後來產生一個模型的起點 那它通常是iterator所輸出的名稱 有時候可以用來指定權重的名稱 好那這個 呃所以說在這裡我們總共有這個 四個東西可以當起點 分別是data label 這兩個是我們iterator的輸出名稱 對不對 在這邊data 這邊label 好這個data跟label 就是我們輸出的名 我們iterator輸出的名稱 到時候我們就是要用這兩個東西 來進行運算的 然後接著我們來產生了兩個東西 一個叫weight 一個叫bios 這兩個東西是權重的名稱 那這兩個東西怎麼用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下個語法 好下個語法我們使用到的是mxsymbol fully connected 它代表是全連接成 這相當於之前mlp multi layer perception 做線性運算的l函數 所以它就是 這一個函數就是指定一個矩陣相成而已 好其中的number of heighten 抑止輸出維度 好以線性回歸為例 那我們的number of heighten 就是1嘛 因為我們的輸出只要一個 一個維度就好了 因為那就是最終的預測值了 好所以說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語法怎麼令 就是mxsymbol 然後這個foly connected data就等於data 這個data是跟這個data互接 好注意這兩個東西 名字可以換 但是這個名字不能換 這一個就一定要完全吻合這個 Iterator的輸出的名稱 好接著weight等於weight 好bios等於bios number of heighten等於1 然後no bias等於false no bias就是我這邊是需要bios的 所以我no bias等於false 然後我們的name等於predict y 好這樣我就產生了一個predict y這個函數 好你這樣全部執行完之後 你會發現什麼結果都不會有 好這是很正常的 因為在c語言裡面啊 我們要先指定這個語法 才能夠最後全部起run了之後 才會看到結果 好這跟r語言這種交談式的語法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們要怎麼確定 我們沒有寫錯咧 我們可以用這種方式來確定 有個函數叫mxsymbol inverse shape 它可以用來確認目前的維度 讓後面可以接得起來 好以剛剛這個predict y這邊為例 我們這邊就可以打一串mxsymbol inverse shape 然後predict y 然後告訴它input的data是220這樣的維度 然後enter之後它就會告訴你說 它的output shape是120 好有了這樣的information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來定義損失函數啦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損失函數 好首先我們在用這個 這個是減法減法這個函數 好mxsymbol裡面總共有非常非常多的運算符號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abs就是絕對值 active就是做一些飛行性轉換的這個函數這樣子 好那我們這個繼續往下看 然後首先這個broadcaster這裡 這裡有一系列這個主要就是試著運算 還有一些其他的這個運算符號都在這裡 那當然minus就是減法 minus減法所以我把這個label 跟label就是我們的這個y 就是我們這個 然後跟這個predict y把相減 相減完之後當然就叫residual 這樣可以接受 那接著那個現行回歸的這個損失函數是殘差平方和 所以我們可以繼續把這個residual 把它做一個square 然後就可以變成squareresidual 那squareresidual 接著就可以做這個把它平均起來 那平均起來之後 它就是用這個min這個函數 那這個它就可以變min squareresidual 那min squareresidual之後 我要告訴R這是一個loss 我要告訴這個mxnet 到這個結果就是一個loss 這是一個需要優化的loss 所以我就可以把這個東西丟進來 然後告訴它mxloss 然後接後產生mxloss 有了這幾步之後 我們再來看一下inverse shapemxloss 看一下它目前的output的維度多少 是1 好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因為你的這個優化 必須只能夠一個極值 一個值然後讓它做優化嘛 這樣它才知道是哪一個值 把它優化到最高點這樣 最低點這樣子 好所以模型結構的部分 就到這裡為止 好接著最後的部分 我們就是要編寫我們的ofminer 那ofminer的編寫方式 也是其實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我們來看 如果你不要 就是你不想要去 就是 寫出一個自己ofminer的話 那ofminer總共就 我們目前學過了兩種 一種是adden 一種是sgd 那這裡你只要隨便選一種就好了 那以這裡為例 我們選sgd好了 sgd我們比較熟悉 sgd就是隨機梯度下降法 如果你忘記sgd跟adden是什麼的話 你可以再參考下第三課的部分 好有了上述三個東西之後 我們就可以進行梯度下降的求解過程了 我們先使用函數mxmodel fifu forward create進行 這也是一個 就是內建的一個求解函數 那我們先使用它來看看好了 一般來講 我們這三個函數寫完之後 我們會再給一個叫run函數 run函數給完之後 我們會大家看一下我們是怎麼使用的 好首先 我們前面三個函數都要執行完之後 才能夠執行進run函數嘛 所以我們可以sauce sauce之後 然後把這一行貼過來 好接著 我們還需要做model 這一個 然後再做這個opt 好然後接著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我們所有我們的那個 最終的這個loss是mse loss 然後我們的這個x就是我們要填入 我們的這個iterator 然後我們是用myiterator 我們把iterator放到前面來好了 這樣之後要改比較好改 好 myiterator myiterator 然後ofminer就是myofminer 它在這裡定義的 好那接著arraybench size是20 這兩個要一致 然後ctxmxcpu 這個就是代表說我們是用cpu進行運算 假設你要用gpu進行運算的話 就是mxgpu 這樣子的話你就是用gpu進行運算 然後注意的是這個函數裡面你可以填一些數字 舉例來說我這邊假設填了0 好就是用第0顆cpu 這邊假設填了1 就是用第一顆cpu 好這邊要注意一件事情喔 這個mxnet它的這個 就是它的這個計算方式是從這個0開始算 0開始算了 0 01234 這樣子開始計算 所以看你要第幾顆cpu 第幾顆gpu 這樣就是用這個 然後number of run 就是你要跑幾個epoch就結束了 好這邊我剛剛好像忘記講的一個地方 就是來這邊部分 我這邊是不是有這個 軸我這邊定義0 好這個是什麼意思咧 這我們來看一下到這裡為止好了 好到這裡為止的時候 如果你用mx.symbol.invershape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好這個時候你看到的這個 就是目前為止到了這一步之後啊 它的這個dimension是120 好120 那這個時候我們要求平均 可是平均你要對哪一個 維度做平均咧 欸這個時候你要對這個維度做平均對不對 對這個維度做平均 那這個軸是哪一個軸咧 好我們來看一下 在r裡面 這是第一個dimension 這是第二個dimension 在mxnet裡面 它的數法是相反過來的 這是第0個dimension 這是第1個dimension 好所以說假設有一個這個 有一個這個就是array 它的在r裡面的dimension分別是1234 那在mxnet裡面 那其實就是3210 好這樣對應的喔 好所以說 這我們是對第0個dimension 做這個min 所以做完對這個dimension做min的話 最後就會產生這個 這個mse loss 你再去做infoshape的話 它就會告訴你說 欸現在只剩1了 好假設我們這邊改1的話呢 實際上我們是對這個軸做min對不對 就這個軸做min這樣這個20就會保留 我們再做一次 好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同樣的地方 我們再做infoshape 你會發現它的output就20 這20是不是我們要的嘛 所以我們這邊要改0 好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進行run了 然後我們run看看結果吧 sauce 好做完了 做完之後我們來看lrmodel 欸這個他的bios是-3.3 他的這個weight是0.63 0.63 然後他的這個還有1.30 好這個是正確答案嗎 欸我們來跟之前結果比較一下好了 跟lm的這個函數比較一下 欸你會發現非常接近對吧 好所以說這個用mxnet進行這個 就是神經網 欸這個限進回歸 好就是這樣的做法 就是首先編 就是總共編寫三個部分 這個疊代器 模型結構 跟這個優化器 然後最後我們就可以 做完這件事了 好那但是這個mxmodel feedforwardcreator 這個函數是一個mxnet中的上層函數 自由度很不足 那 剛剛你應該有個問題 就是 欸現在跑到什麼狀況的時候 我可能想要知道啊 對不對 對不對 假設我今天是做一個 100萬級別的 ImageNet的這個 網路訓練的時候 那可能總共要15天才有結果啊 那 跑到第5天的時候 我很想知道還要等多久啊 會不會該不會等一年都等不到吧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還是希望說 我們每 隨著一段 就是我們隨著這個 呃 他跑到一半的時候 我們會隨時會希望他 這個回饋資訊給我這樣子 那我們要怎麼用這個 mxmodel feedforwardcreate這個函數 然後讓他給我information呢 你就需要用到這一串指令 好 在這裡 你需要先給他指定說 好 我要輸出的這個 呃 Loss的這個information 是這個 Name叫mse loss 然後這裡下面都不用改 好 以後你要改這個語法的話 你只需要這邊改這個 Name就可以了 好 接著還要產生一個買logger 好這個買logger 產生完之後 這是一個空的list 好 接著你就可以把這兩行 把他加進去 還就是在這裡 好 我去指定說 我去評估他的這個 呃 方法 是用這一個函數去評估的 然後每一個epoach 我要給一個callback 然後這個callback 就是 欸每一個 epoach我都要給 然後logger在這裡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再按run 然後你會發現 噢現在就有information 而且我發現已經是 到了第三個 呃 第三代的時候 這個mse 就已經差不多到底了 並且 這個logger 這個買logger train啊 我們來打一下好了 你會發現 欸他 他有存下每一代的這個 呃 軌跡這樣子 好 那接著 我們要做練習題 練習題就是 請你試著用mxnet 做出邏輯思回歸 那到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了解到 mx要依序寫出 iterator 然後model的這個結構 of minor等三個部分 那之後我們就可以使用函數 進行參數求解 那我們做一個 模擬的邏輯思回規的樣本 好簡單來講 我們就是把這個 xarray 跟yarray 改成這個樣子 好那 這是函數 GLM的運算結果 那他的 我們來先執行一下 這一小串好了 那如果你做GLM的話 得到的結果 是講這樣的 好現在我希望 我們可以做一個 這個 呃 用mxnet 做出邏輯思回規 那當然你需要改的就是 Iterator 然後model的結構 那優化器呢 優化器大概就不用改了 然後接著就可以按run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答案是什麼 好這個注意一件事情啊 如果你需要這個 練習的話 你就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 邏輯思回規的公式 那這個部分就是 標準的這個線性 線性 L函數 就是線性 這個預測函數 所以他一定用 4D connecting 那這裡是把這個 線性轉換函數 把它再做一個 S型轉換 這個S型轉換 這個S型轉換在 這個你可以從 mxsymbol mxsymbol 你可以找到sigmoid sigmoid 就是這個線性 這個S型轉換函數 然後接著你要 產生一個loss 那這個loss 是cross-entropy 它公式長的這個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答案吧 好在 Iterator Core的部分 改的部分不太多 改的部分只有這裡 改的部分在哪裡咧 應該是一個字都不用改的 不過這邊我們換了一個另外一種寫法 這個是xarray 然後我們這邊直接用drop等於force 這樣就可以保證它的dimension不會損失 這樣子 好那model結構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model結構的部分被改的什麼樣子 好在model結構的部分一樣data跟label進來 然後進入這個40-connected 這是產生一個linear predict 產生一個linear predict之後咧 接著我再進行S型轉換 然後變成logistic predict 好這個就是我們最重要的結果 好接下來我們要寫loss loss這個我們是不是要首先先用 我們loss在計算的時候 我們這邊給了一個叫EPS 這是一個很小的數字 這個為什麼要有這個東西呢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取log嘛對不對 log 那但是log如果log0是不是負線大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負線大這個沒有辦法運算 所以我們要給一個很小很小的數字 然後避免他這個取了log之後 會出現負線大這種事情 好所以那我們要怎麼取log呢 我們是不是要對這個y 這個p這個是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這個公式 好是不是對這個p 就是predict出來的結果 先取了log之後再乘以y 那我們來看 先取了log 好取了log之前 我們先加上一個EPS 加上一個很小的數字 然後接著再取log 取完log之後呢 要乘以label嘛對不對 乘以label我們需要用到乘法函數 然後就把這兩個乘起來 這就是cross entropy的這個positive的部分 好接著 這個negative的部分呢 是什麼 1-p取了log之後再乘以1-y嘛 所以1-logisticpredict加上EPS 取了log之後 再跟1-y 然後把它乘在一起 然後變成negative的部分 然後接著咧 把這兩個相加取min 然後再給負號 把這兩個相加取min 那給負號怎麼給呢 就是0-就是給負號了嘛 這樣我們就會得到這個cross entropy 然後接著我們把它告訴 啊 喔這次就是loss了 然後mac loss 然後接著就是ce loss 好這樣結尾了以後 我們再來看一下 要run模型的時候 欸這個就要改啊 這個我們現在本來是mse loss 現在改成ce loss 所以這裡要改 好那我們把這裡改掉 所以其實只要改這裡就可以啦 啊這裡你可以改ce loss 好我們按run 好你會發現欸這個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好了 這個這個結果我們叫它logistic model好了 就這邊改一下 但這個其實沒有差別啊 再run 好這個最後的結果 是不是跟GLM的這個結果 是非常非常接近啊 所以說這個 欸我們這個用mxnet來做logistic regression 那我們也會做啦 我們下一步 好可是在剛剛的章節中啊 我們使用的是這個內建函數 mxmodel feedforwardcreate 它讓我們快速的獲得答案 但是它是一個上層函數 我們好多願望沒有辦法透過這個函數實現 並且很難很難對它修正 所以說我們必須要學習說 真的在mxnet裡面 它從底層 它底層是怎麼來做這件事情的咧 它底層是透過一個東西叫執行器 來進行這個forward跟backward程序 那在前面的練習題中 我們已經寫好logistic regression的這個iterator 跟這個model的結構 還有這個ofminor的部分 那現在讓我們再編寫 結合這三者的iterator 那個執行器 那所以說在改執行器的部分 這前面三個語法 是一個字都不用動的 我們只需要改這裡 只是我們現在不用這個函數了 所以我們就把這邊全部都刪掉 這個iterator要留下來 這邊全部都刪掉 然後我們來改這個部分 那我們來看要怎麼改 好首先我們需要先用到mxsimple bind 這個來定義組結構 那這個組結構要怎麼定義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首先你需要把 你要優化那個最終的那個model結構 那個loss在哪裡 你需要把它輸入進來 那我們在這裡是ce loss 在這裡 所以說我們把ce loss填進來之後 你還要告訴它 它總共input的shap是什麼 data是220 label是120 然後這個你需要用cpu還gpu 然後接著這個要把t度給寫出來 然後這樣子你就會產生一個執行器 有了這個執行器以後 現在這個東西是一個空的東西 裡面什麼都沒有 不信你看它的參數 裡面通通都是0 data通通都是0 然後它的weight這些都是0 這樣子 好接著我們需要給權重參數一個起始值 一般來講是用乱數決定的 那 產生的方法如下 好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這個產生 一樣這個input shape你要寫好 那output shape是不需要了 那有了這個newarg之後 你看 喔它就產生了這個linearpredictweight的這個 隨機起始值0.0009 然後0.001 好 那我們要怎麼把它更新進去呢 現在這裡面 它的這個權重還是空的嘛 對不對什麼都沒有 那你需要用到mx這個執行器update 這個語法 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個執行器裡面的 這個 這個weight就被更新進去了 好這邊還 除了arg要更新進去 還有aux要更新 這個aux是什麼咧 就是在這裡 它總共有arg跟aux兩個東西對不對 只是說 我們這個model 我們裡面沒有aux的parameter 那至於auxparameter 等一下就會用到了 那大家就只要記得說 反正就是 你這個產生之後 arg跟aux都需要去更新這樣子 好這兩個都更新完了之後咧 我們需要這個告訴我們的opminer 他所需要更新的目標 這邊我們需要產生一個東西 叫updater 這個updater是幹嘛的咧 就是我們在做隨機梯度下降的時候 那就是說我們那個opminer 假設是用sgd的話 他是不是還要用這個冠性量啊 還要需要考慮他的學習率啊 那這樣子 然後跟我們初始的權重是什麼 這樣子 他這個updater會告訴我們下一個代的權重是多少 那這樣這個東西是拿來計算這件事情的 好 然後接著 好那我們接著就可以 用iterator產生data並持續更新權重啦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語法 這個語法長這樣的 首先 我們先全部執行完之後 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先執行一次 執行完之後 現在我們的執行器 裡面是不是完全沒有data 注意 data是0 那這個權重有了 label也是0 好這個時候我們要產生data 首先我們iterator先reset reset完之後 這個面是一個wire環圈 wire環圈就是做一直 一直這個 當true的時候就一直做 然後force的時候就停下來 好這個時候你就知道 為什麼我們iter next 他要return一個true或force回來了 好那我們先執行一次 那這是第一個bench 第一個bench 那這個myvalue是第一個bench 的data 那你可以看到這就是我們第一個bench的data 我們把它更新進去 更新怎麼更新呢 跟剛剛前面這裡一模一樣 就是我們把myvalue給更新進去 更新 更新完了以後 好我們再來看一次 現在的 現在的這個 裡面長什麼樣子 好你看 現在的data是不是更新進去了 label也更新進去了 更新進去以後 接著你就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forward backward 好這樣就做完了 做完了以後 這個時候你就產生了一個東西叫t度 好這個就是linear的t度 好你看著這個t度之後 你把它丟進這個updater 看著喔 丟進updater 好這個時候你就產生了這個 欸下一代的這個東西多少 好我們這個東西要怎麼看呢 我們來看 這個bios的t度是不是0.0998 好那我們來想一下 我們剛剛是用sgd rearing rate是0.05對不對 所以說下一代的這個東西什麼 是不是原始的值0 減掉0.05乘上0.0998 好最後就會等於-0.004 好那那個predict那個 權重呢同樣也是一樣的 這個0.0009 減掉0.05乘上-0.1584758 好最後答案就是0.0089 好所以這就是這個updater 來做這個過程 好當然啦下一代開始會有冠性動量 這個會比較難算 但是大家就會知道說 喔這個updater就是產生了新一代的權重 接著我再用這個函數 你有沒有遇到發現這個函數一直在用 這個函數一直在用 再用這個函數把這個 這個最終我們取得這個updater的ARG 把它放進去 好現在我們的裡面的權重 好你看就更新到下一代了 好這樣可以吧 那這樣當然我們就可以再執行一次 那接著它就可以一直遞回 然後最後就會這個得到結果 好我們全部執行一次 你會發現這個Iterator它的這個ARG 好它目前就更新到了這裡了 好這樣可以接受 好但是大家應該可以想像的到 好這樣是一個 這樣是一個epoach 把所有的bench做完 這樣是一個epoach 那實際上我們通常會做很多epoach 那我們來看要怎麼做 所以實際上我們在做的時候 我們會把我們會 來我們先setseed0 好這邊開始的時候 我們1到100 1到100 然後這個reset reset完之後 我們先產生空的bench loss 好這邊下面幾行完全跟之前一模一樣 差別只有在這裡 就是我們bench loss 就是我們bench loss 要等於這個 這個bench loss 然後再把這個 Iterator 這個 注意我們再看一下這個 這個reference output 這邊產生的是我們的loss 好這邊是不是會產生我們當下的loss 我們把這個當下的loss 跟這個做一個合併 然後並且把它平均值輸出去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產生我們的這個 你看 現在是不是每一代 它都會告訴我現在 cross entropy是多少 weight是多少 bias是多少 好所以說 用底層執行器的好處就是這個樣子 好 但有了權重之後 我們還有兩件事情想要做 第一個是存檔 第二個是預測 那有這個權重 我們是希望要保留它的嘛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要把model整合出來 那怎麼整合出來呢 我們需要用到這個函數 那注意啊 我們在用這個函數的時候 我們的pre 我們這個symbol 我們不再使用這個 ce loss 我們使用的是logistic predict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到時候在做預測的時候 我們其實只到這裡就好了嘛 我們損失函數其實不需要去運算的 我們最後想要預測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它預測到這裡就好了 所以我們用它 好用了它以後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 執行器把它list起來 再把它放進去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會產生一個東西 叫logistic model 這個logistic model 它的class 是一個mx feedforward model 好那有了這個model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儲存這個model 好儲存這個model以後 即使我們把這個model給它刪掉 好大家看一下 即使我們現在把這個model給它刪掉 logistic model我把它刪掉 Delete 好它被刪掉了 對不對 它被刪掉以後 我們用這個方式就可以把它讀回來了 而且會一模一樣 好我們再看一次 好跟剛剛一模一樣 完全沒有不一樣 好接著我們就可以用這個model來進行預測 那怎麼進行預測呢 來我們一行行來看 好這個 我們可以用predict這個函數 然後我們把model放進來 然後我們要把xarray放進去做預測 預測出來的結果 這個predicty 也就是每一個東西的這個 每一個樣本 它的這個示1的機率是多少 那我們如果把大於0.05的當作是1 然後小於0.05的當作是0 然後我們把它跟y做一個table 就可以產生confusion table 然後confusion table的結果 你看預測的準確度還蠻高的吧 所以說這個predict函數就可以拿來使用我們這個 就是應用 我們這個model就可以用這個predict函數來進行這個應用 好可是內建的predict函數是蠻方便的 但是為了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在學底層嘛對不對 未來我們還是常常會使用predict函數喔 那但是因為它能做的事情是比較有限的 就假設我們想要同時輸出logistic regression內建的機率輸出 跟它的線性輸出值 那我們就要自己從底層寫起 那我們這裡需要用到一個就是一個函數 就是我們可以用這個mxlogistic model的symbol 它裡面可以get internal get internal之後我們看all layers 這裡output 我們會看到它總共有哪些輸出 第一個是data 這個就跟剛剛一開始進來一樣 然後linear predict weight linear predict bias linear predict output 跟logistic predict output linear predict output跟logistic predict output 這兩個就是我們想要的東西嘛 那我們來看我們要怎麼把它弄出來 好我們需要linear predict output 等於all layer get output 然後這個which 然後我們把它這個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這個get output 這個函數它需要輸入數字 需要輸入你需要第幾項 所以我們需要問它which 這個linear predict output的第幾項還是四項 所以我們再把它丟進這個get output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產生這個linear predict output 它是一個c元的五件 好 有了這個東西以後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symbol group 把linear predict output跟logistic model 它最終的那個symbol把它合在一起 這樣我們會產生一個symbol group 有了這個symbol group之後 然後我們就可以再做一個執行器 這個時候這個執行器 就是predict的執行器 predict的執行器 我們所要輸入的這個symbol 是這個symbol group 那它只有一個input 就是data 它是2跟1000 這個1000是我們總sample size 然後我們是用cpu做運算 好執行器寫完之後 剩下的程序都差不多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剩下的程序 差別案 首先先把這個logistic model裡面的ARG 這個parameter把它更新進去 接著再把AUX更新進去 然後把data更新進去 然後接著forward backward就不用做了 好這個東西裡面它的reference output 裡面就有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linear predict output 第二個就是這個logistic logistic public output 那logistic public output就是我們想要的東西嘛 對不對 我們把它as array之後 然後接著我們就可以一樣 我們大於0.05的當1 小於0.5的當0 小於0.5的當0 那我們這樣就可以做出confusion table 好結果跟剛剛一模一樣 好這樣就可以知道說底層執行器是這樣寫的 好就是在這個部分 好那我們現在來進行練習二 練習二是請你試著用mxnet的底層執行器 做出IRIS資料集的預測 那這個上週我們就使用到這個 鸢尾花數據集 就是IRIS的資料做多類別分析之用 那我們現在要試著請你利用這個mxnet 編寫一個能夠預測花種的函數 那資料是需要這樣產生的 在這裡 好這就是IRIS的資料 然後我們把它分成training跟testing 那我們現在是用training來做訓練 然後testing來做預測 那我們看trainingArray 好trainingArray這個每一個 每一個column就是一個花 每一個column就是一個花 那trainingY呢 好這個1就代表它是第三種花 這是第一種花 這是第二種花第二種花 這樣可以理解售好 那同樣的testingxArray跟testeryArray 它長相也是一樣的 那有了這樣的東西之後 我們要做這個softmaxRegression 那softmaxRegression 注意一下它的這個Loss是mlockLoss 那它的公式長這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做 好 那在Iterator的部分一樣 我們先把core function切好 這個core function也是幾乎不用改 這core function幾乎不用改啊 改的地方在哪裡咧 我們來看一下 好首先 BenchPerEpoch這個地方要改 好接著 這個超過這個 這個是樣本數 這個超過這個最大樣本數的時候 這邊我們需要改 好還有最後 這個鎖影函數 我們現在要指定的鎖影變成train的X跟train的Y 好以此咧到這邊為止 Iterator就改完了 好 在model的部分 model的部分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先做linearpredict這個沒有問題 然後接著剛剛是這個sigmoid 然後現在是做softmax 所以softmax我們是對第一個軸做softmax 第一個軸是哪個軸知道吧 是raw的那個軸 知道 那這個softmax layer出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做mlogloss 好首先 先把它加上一個很小的數字 再取log 取完log之後跟Y相乘 乘起來之後 取min 然後再加上個負號 這樣就是mlog 那這個mlog 告訴這個r裡面它是loss 所以就makeloss 好最後就出來了 好接著openminer是不用動了 這樣可以接受 好接著編寫底層執行器 那我們來編寫一下吧 好 編寫底層執行器的時候 一樣我們先這個mlogloss 是我們最終的這個結果 我們編寫執行器吧 它的data input是420 然後320 然後一樣用CPU做運算 那這個t2我要寫出來 然後接著隨機產生這個起始的parameter 然後把權重更新進去 更新進去完之後 我再產生updater 接著我們就可以開始run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run的這個結果 好看到了 然後把loss越來越小了 那最後有結果之後 我們再進行預測吧 預測要怎麼預測呢 首先先把model給抓出來 model是用這個剛剛那個函數把它抓出來 然後我們預測的那個標的soft layer softmax layer 那我們把執行list起來放下來 然後接著我們就可以使用predict函數 產生predicty 這個predicty是每個類別的幾率 像這個大概就是90.4% 所以大概就是它 所以我們把最大值當作是我們要輸出的那個幾率 那我們就可以砍成conflution table 然後把conflution table把它print出來 你發現很準吧 所以說這個softmax regression 在mxnet裡面就是透過這種方式來做 好那目前看起來mxnet好像沒有節省我們多少時間 事實上是因為我們尚未展示出它的威力 利用開發框架最大的好處就在於我們只要定義好架構 剩下會交給程式協助獲得T度跟優化 那我們嘗試把這個練習2的softmax regression 改成具有一個隱藏層的多層感知器 那其實只要在model結構的部分做修正 其他完全不用改 那需要怎麼改呢 我們來看只需要把這裡改掉就好了 loss是不用改的 這可以接受 model這裡 好現在怎麼 然後我們為了我們就是為了讓我們就是 比較前後的差異 我們來看一下softmax model這裡面 它這個權重就是一個 裡面的就是linearpredict weight 然後接著就是predict bias 就這樣子而已 那我們現在要改成這種多層感知器的話 我們首先data進來 這個先經過一個folded connected 那個l function 然後它的number5等10 然後變成fc1 那fc1我們要經過一個飛行轉換 飛行轉換這個是經過這個action 這個active這個function 那使用的這個飛行轉換方式是 ILU 那它有好多種這個飛行轉換的方式 大家可以用這個問號來查一下 好這邊有好幾種 ILU sigmoid soft ILU 這個好幾種方法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使用ILU 然後產生ILU1 那ILU1再丟進來 然後再給folded connected 這個時候我們output就是3了 這個時候fc2 fc2再丟給這個softmax 然後這個softmax layer 然後就出去了 好有了這個東西我們再按run 好再執行一次 那你們注意到一件事情 這個mlog loss下降的比剛剛更快 並且我們看softmax model 欸現在是不是有兩組了 第一組是fc1 然後第二組是fc2 好所以說 就是 使用mxnet 編寫多層感知機 如果你會編寫這個 先行回歸 logic regression softmax regression 後來你要編寫這個 多層感知機 那就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 那就是 我們只要改模型結構的部分 那這樣子的話 就我們在做實驗的時候 就會快非常多了 好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部分 就是再重做一次很快 好那 那我們可以做一些實驗來看看 不同結構對預測準確度的影響 那 在我們做這個實驗之前 因為我們現在在這裡 在寫這個 底層函數的時候 這樣寫有點麻煩嘛 對不對 我們先把這整個部分做整合吧 那我們現在 產生一個自己的 my model feedforward create這個函數 然後把它複製貼上下來 好貼上下來之後 我們現在只要做這件 我們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做跟剛剛一模一樣的事情 那 同樣的也可以進行預測也是用同樣的方法 我們只改了這個 我們只是 soft max model改成 model這樣子 好這個函數 run起來跟剛剛一模一樣 就是 只是說 這個我們把它內建 我們把它變成一個函數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函數收起來 這樣看起來比較乾淨 好以後我們要做實驗的時候 大家看語法多乾淨 首先 Iterator這個幾乎不用改 model的部分做一些改變 那個 of minor的部分 就是選一個 然後接著run的部分 這個語法看起來乾淨了吧 對不對 那有了自己寫的這個之後 我們可以做很多有趣的事情 舉例來說像我們第四課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有學過一件事情 叫做 drop out 這個東西可以防止過度擬合 那在我們這裡 很有可能會遇到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訓練樣本只有100 但是一個隱藏 成的十個神經元 似乎 有可能會讓我們過擬合 那我們把網路增加drop out 看看 那drop out怎麼增加呢 哇 這真的是在mxnet裡面做起來 真的超簡單的 我們來看一下 本來我們是FC RELU FC 然後在softmax 對不對 現在變成FC drop out 注意這個FC接到這裡 然後這裡我們可以用 mxnet的drop out 那這個 drop out的幾率是20% 然後這樣DP1 DP1的接出來給RELU做這個 下一步的這個運算 好 RELU過來 再FC2過來 softmax layer 這樣就出去了 好這樣我們就可以做 這個drop out版本的這個 的這個 softmax 這個 mx mxn run 注意喔 他這個drop out會有什麼個性 就是他的這個 他這個 loss 會這個 這個 他的loss會有點震盪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有沒有注意到他有點震盪喔 好 這就是drop out版本的這個MLP 好那 另外的是 我們上次學這個 過度擬核的時候 我們除了學drop out以外 還有學哪些方法 好 第一個是Data Argumentation Data Argumentation 我們先跳過好了 這個 反正就是在資料裡面加雜訊 這個我們先跳過 第二個是正則化對不對 那正則化在mxnet要在哪裡加咧 好 就是在這裡 ofminer這裡有個參數叫WD WD是什麼 權重衰減 好這個權重衰減就是L2正則化系數 那假設我們這邊給他調的 假設我們這邊給他 故意給他調一個很大的數字好了 0.5 那大概幾乎是不太可能優化成功的 那我們再Run看看 看到 Loss降都不降 好 那我們這邊 所以我們這邊通常會給一個不會很大的數字 就是假設我們給0.001 好 我們再Source 好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 所以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很方便的 對這個 這個 做這個正則化的這個 正則化的這個限制 好 這樣可以可以接受 好 那你現在應該開始感覺用mxnet做實驗的話 可以加速我們自己對人工智慧的這個開發速度 好 那現在我們再做一個實驗好了 我們剛剛的神經網路是這個 剛剛的神經網路是這個 一個隱藏神生的神經網路 那總共我們現在這樣子的話 我們一般來講會叫兩層生 那我們現在來試一下三個隱藏神生的網路優化 那我們把它弄過來 這個也是非常簡單 好 就是FC1接給ILU ILU1再接給FC2 FC2接給ILU2 ILU2接給FC3 FC3接給ILU3 ILU3再接給這個FC4 然後這樣依此類推下去 這樣就是 這樣就是把這個很簡單的過程 我們本來是一個隱藏神生 改成三個隱藏神生 好我們儲存之後再按RUN 大家看一下會有什麼結果 神奇的事情發現了 Loss居然不會降 Loss不會降 那就代表沒有優化成功 那沒有優化成功的原因是為什麼 大家看一下 這個程式絕對沒有寫錯 那到底問題在哪裡 大家稍微想一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答案 好 那其實啊 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 就是因為你遇到T度消失問題 還記得T度消失問題是什麼嗎 當你的網路升起來的時候 你的T度很容易因為非線性轉換函數 而沒有辦法淺層的T度很容易會消失喔 好 那我們怎麼解決T度消失問題 大家還記得我們學會哪些方法嗎 好在第三課的時候 我們學到說AIDAN這個方法 可以這個可以一部分一點點的解決這個T度消失問題 如果你忘記的話 建議你回去看一下第三課最後 最後的部分 我們有一個小Part 在教這個集生網路的這個優化 好這個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就發現AIDAN比SGD更適合拿來做這個 就是叫生網路的優化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怎麼把Ockminer改成AIDAN呢 好這個方法真的非常簡單 你就把 好你本來是選擇用SGD嘛 你改選擇用AIDAN 好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我們再End Run 好你發現是不是可以優化成功了 好並且預測是有一定的準確度的 好那 從第三節課開始我們一直反覆強調 對一個生成網路而言 個程T度是不均等的 那我們來試著把這個個程的T度把它輸出好了 那我們改寫一下這個我們這個Function 那這個Function現在可以把這個T度給畫圖給畫出來 好就是我們把剛剛這個MyModelFeedForwardCreate這個函數把它換掉 換掉以後然後我們再做一次執行 好大家看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啊 就是這個T度啊本來是很小的 這個10的-8次方本來是很小的 那但是隨著時間過一過之後 欸這個AIDAN他就會到這個 他就會到這個10的這個-2次方這附近了 好這樣他就是有辦法更新的嘛 而且這個大家注意一下 這個T度到大概第50代左右的時候 欸他就變得比較大了吧 所以其實那個關鍵點也在第50代 你看 第30代第40代的時候這個 欸他其實差別還不是很大 到第50代以後欸他更新就更新的比較順利了這樣子 那如果你使用SGD來做咧 你就會看到 欸你就會發現 欸他的T度就完全沒有 就是一直都在維持在一個很小的數字 就是5乘以10的-7次方這裡 好所以說這就是為什麼 這個AIDAN就是 AIDAN為什麼有這樣的效果咧 原因就是因為這個 欸他其實在優化的過程中 他有對各層的T度做一個標準化嘛 欸這邊你如果忘記的話 欸你真的回去看一下第三解課那個部分 這個AIDAN的這個公式裡面啊 他會他會除以一個這個T度的平方向 所以如果你一直都很小的話 他就會除一個很大很小的數字就會放大嘛 所以相當於你學習力會放大 所以AIDAN有一些 AIDAN就是他的這個公式的設計 就可以讓你這個 讓你T度很小的時候可以解決一些問題啦這樣子 好不過 在我們到這裡為止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好我們以這張圖為例好了 這是SGD的我們看AIDAN 這個T度 照道理講 越淺層的T度會越小 對吧 至少就我們以前在數學推移的時候 是長這樣的 但是你看著這張圖 你觀察到什麼現象 這個FC4他的T度是不是最大的 嗯還蠻大的 那接著呢FC3 FC2 欸為什麼FC1這麼大啊 FC1好像跟人家特別不合群對不對 這個是有點奇怪的喔 為什麼會長這樣子呢 我們來看 我們來想一下原因好了 這個原因是等一下我們再來解決啦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如果 AIDAN其實如果你把網路弄深一點 他一樣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做的 我們先把這個 網路弄深一點看看 這是七個隱藏成深的網路 那我們按RUN 好他還是沒有辦法優化成功喔 這樣看得出來吧 好不過剛剛的問題我們再來想一下 為什麼會有剛剛的問題 好就是 剛剛的問題是這樣子啦 就是理論上反向傳播的過程 隨著這個 這個離輸出層越來越遠 T度越來越小 但是我們來仔細再回頭看一下公式吧 Gradient O這個數字絕對最大嘛 對不對 這個數字就是最外層的 這個 接著L2 Gradient L2 L2是根據Gradient O來的 那W1的T度呢 W1的T度是根據L1 L2的T度來的 接著他還要乘上個東西 好接著就是W2的T度 那H的T度呢 HTTT度同樣是透過L2的T度來的喔 好接著L1的T度呢 L1的T度就是Gradient H1的T度 再經過這個IEL 這個飛行運轉換這個運算 這個就是T度會消失的 T度會消失就是在這裡消失嘛 這樣可以接受齁 好 那這個最後W呢 W就是再接這個L1 然後接著這個 再乘上這個 前面再乘上一個數 那會消失T度的在哪一步 在這一步對不對 這一步 這一步是讓我們T度消失的關鍵 這一步是讓我們T度消失的關鍵喔 好 那L2 L1這樣依序下來 所以L1比L2小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們再看一下W2跟W1它的T度 它怎麼算的 它是L2的T度在乘上的數字 L1的T度在乘上的數字 這個我比你小沒有錯 可是問題這個不見得比你小 所以說 喔這樣問題出來 就是 為什麼 理論上 T度會慢慢不見 但是 這個 這個 實際上看起來好像 最小 最淺層的這個T度 反而不見得會比較小 原因是因為它前面還要在乘上一個東西 喔 那這樣我們有點idea了 欸那我們可不可以放大這個數字啊 如果我放大這個數字的話 那這樣是不是 我的這個 我的這個T度就不會變得那麼小咧 好 那你要怎麼放大咧 最簡單的方法 這個 你要放大這個可能有點難 放大這個很簡單吧 放大這個你就乘上一些數字就放大了 對不對 但是我們來試著做一個實驗好了 這個實驗是 我們剛剛的Training X Array 它長像是這樣子 它的這個 這個是花二的長度 花二的寬度 花瓣長度 花瓣框的 那我們現在 現在的這個單位都是公分 那我們現在試著把 第三個 這個花瓣的這個長度和寬度 它的單位 改成微米 好不好 改成就是這個 再除以乘以1000 好 在這裡我們給它乘以1000 好 那接著 乘以1000之後 我們來做個實驗好了 就是 我們把剛剛的這個 呃 剛剛那麼多層 我沒辦法優化嗎 我們改成這個 只有一個神 一層隱藏成的神經人 一個隱藏成的這個MLP 這個剛剛我們是可以輕鬆優化的 那我們按了RUN 看一下實驗結果吧 現在我們用SGD是沒有辦法優化的 那我們用ADEN試試看好不好 ADEN是有辦法優化 但優化的好像不是很好 乘個1000怎麼會對 我們的結果產生那麼大的影響 這個真的是非常奇怪 原來是這個樣子 其實乘1000 乘1000 並不是什麼 就是 你實際上就只是把學習率放大1000倍 老實講差別並不是很大 這樣知道吧 好 所以說 乘1000是沒有用的 我們實際上在做這個 可是問題是 我們實際上DATA拿來的時候 我們並不清楚 我們現在的這個尺度 是不是 適合讓神經 就是神經網路進行運算 所以在統計上 我們在解決這個 INPUT DATA 這個尺度不一致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很簡單的做法 就是標準化 就是標準化什麼呢 就減掉平均值在處理標準差嘛 這個是非常常見的一個手段 所以假設 所以說正常來講 我們其實在X拿到以後 我們要對X做標準化 這樣子我們再進行優化 這樣當然就會很正常啊 這樣就會很正常 那我們如果使用SGD的話 答案也是一樣 好這個就很正常 好這個時候 你有沒有想到一件事情 這個 對數據進行標準化 這件事情還蠻好用的 那 有沒有一個可能 就是有一個大膽的想法 就是我們可以對 這裡的X做標準化 那我們可不可以對這裡的H做標準化 這個想法是可行的 而且這個東西就叫Bench Normalization 為什麼叫Bench Normalization 因為我們在做神經網路訓練的時候 我們是一個Bench一個Bench做嘛對不對 我們其實並不知道 Global的平均值 跟Global的標準差是多少 所以我們是一個Bench一個Bench做 所以我們每個Bench都各自做Normalization 那這個Idea 那這個Idea 是Google兩個研究員想出來的這個方法 那他發表在這個 他發表這個 2015年發表這個研究 統計至2018年6月 它的這個引用次數已經超過5000次了 那這個Paper是很經典的這個Paper 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Bench Normalization很好用 所以我們一定要學會這個Bench Normalization 那這篇研究是這個2014年這個Google Net奪冠之後 在2014年的比賽中奪冠之後的延續型研究 那2014年年底的時候 Google Net取得的正確率是93.3% 那加上在這個基礎之上加上Bench Normalization 它的正確率就達到了95.2% 這可能是史上第一個超越人類正確率95%的研究 那我們來看一下Bench Normalization是怎麼做的 Bench Normalization的想法非常簡單 就是每一次我這個X進來之後 我就要對它減掉平均值 再除以變異數加上一個很小的數字開根號 那就除以標準差的意思 然後接著產生XHart之後 XHart為了這個XHart 因為減掉平均值除以標準差 這件事情不見得 不見得是一件好的可以接受的事情 所以我們還要讓它有一個可以還原的機會 就是再乘上一個Gamma再加上Beta 那這樣乘上當Gamma等於這個標準差 然後Beta等於平均值的時候 那這一個Bench Normalization就是可以還原的 好那所以說這個Gamma跟Beta 同樣是一個要學習的參數 好那 有了這個東西以後 那我們寫成程式碼的話 大概是會長成這個樣子 就是你有一個Data進來 你有一個Data進來 Data進來了以後 首先你先求的這個bmmin bmvar 然後有一個很小的數字 然後Gamma跟Beta 那這個新的這個bmxarray 就等於原來的東西 減掉bmmin 再除以SQRT 把Variance跟EPS加起來 再乘上Gamma加上Beta 好所以說Bench Normalization 它的過程就會長這樣 好有了Forward的這個定義之後 我們下一步 如果它要參與反向傳播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求它的微分嘛 對不對 那它的偏導函數 要長成這個樣子 那首先 我們有好幾個東西需要更新 第一個Beta跟Gamma 是兩個可以學習的參數 所以我們需要求得 他們的偏導函數 他們的偏導函數 就長成這個樣子 那最後我們還要求得 這個X它的偏導函數嘛 這樣我們才可以把東西往下傳 那X偏導函數不太好求 首先你要先求XHOT的偏導函數 再求這個變異數的偏導函數 再求這個X bar的這個偏導函數 然後之後你把它們合在一起 你才可以求得這個X的這個偏導函數 那透過這種拆解 我們就可以把Bench Normalization 視為一個類似於IRU轉換的層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加到這個MxNet的這個 就是網路結構裡面 那要怎麼加呢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加 加的方法非常簡單 就是我們看一下 就是長這個樣子 好本來我們FC1 好本來就跟我們家Dropout那個很像 我們只是把這裡改成Bench Normal FC1丟給它 然後做Bench Normal Bench Normal在做的時候 我們要Fix Gamma 等於True 那代表我們要 我們就是要固定它的Gamma Gamma固定為1 好然後接著這個 要對哪個軸做Bench Normalization 對第一個軸做Bench Normalization 然後我們這個FC FC這個FC接進來之後 然後就變BM1 然後BM1再接給IRU 一時類推下去 BM2再接給IRU 然後BM3再接給IRU3 那我們現在再來進行優化 好 現在我們注意我們現在用的是SGD SGD本來三層深的網路是沒有辦法進行優化成功的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現在居然就可以優化成功了 注意 在Bench Normalization的協助之下 SGD居然有辦法對一個三層深的網路進行優化了 這個很厲害 所以Bench Normalization這個idea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好那我們來做一下練習式 練習式是為了讓你更清楚Bench Normalization它的推理過程 那我們希望你能夠不使用Predict函數 僅用Model裡面的參數就進行預測運算 這個預測運算 那Model裡面的參數在這裡 好這個Parameter裡面 這個就是每一層的這個權重 注意這個AUXParameter 這裡面我們剛剛在做Bench Normalization的時候 是不是要使用到MIM跟Variance MIM跟Variance其實就存在這個AUXParameters這裡面 好所以這就是每一層的MIM跟每一層的Variance 有了這些東西之後 我們的Input是TextAsArray 好這是我們的Input 我們Input就是第一筆Data 這是我們的Input 這是我們第一筆Data 那它的Dimension是4E 那我們接著我們可以做Predict 做Predict的時候 我們它的Predict的結果是這個結果 那我們試著請你做一件事情 就是給你這個Input 還有這個權重列表 跟這個MIM跟Variance的列表 那我們希望你可以重現那個運算過程 把這個Predict的結果給它秀出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答案吧 答案就是這個答案你希望一行行做啦 好不好 好答案是長這樣 就是 這個 最開始的時候我們要把這個Input 做一個轉字 轉字之後乘上FC1weight 然後再加上FC1bias 這樣我們會產生FC1out FC1out 減掉平均值 再除以 變異數加一個很小的數字 再開根號 再乘上gamma 再加上β 這樣我們就會產生FC1out 再產生BM1out 看一下BM1out 好 這樣就是BM1out 有了BM1out 以後我們要做ILU 就是把它小0的數字給捨去掉 所以ILU 1out就長這樣 那依此類推 FC2 FC3 F34 最後出來SoftMax 那我們來比較一下 就可以發現兩個答案一模一樣 好 那在批量標準化協助之下 即使你是使用SGD 都有辦法把剛剛七層深的網路優化成功喔 那我們來試一下好了 這是剛剛七層深的網路 好 這裡我們就不要了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 confusion table 輸出出來就可以了 好 我們把它改成 這個是一個 現在我們把它改成 是優化一個七層深的網路 這樣當然 你看看 這個是有 這個是有 Bench Normalization的 好 我們使用的是SGD喔 好 然後我們按RUN看看 哇 這個 即使是 在Bench Normalization的協助之下 即使是SGD 都有辦法對七層深的網路做優化 這個真的是很厲害 好 不過 這個 所以說這個 T度消失問題看起來好像被解決了嗎 實際上當然不是這個樣子 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好 如果你願意嘗試的話 你會發現你仍然沒有辦法優化一個30層深的網路 可是30層深的網路 我們要怎麼寫咧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寫法 好 30層深的網路你可能需要這樣寫 就是你要回圈去寫 不然 重複剛剛的步驟30次 那還得了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當 這個 i等於1的時候 這個FC 它就等於這個 Data 它的Input就是Data 然後Data 然後它的這個名字就要FC1 FC1 i就是1 然後這個FC 它會給這個BenchNormalization 然後這Bn i 然後Bn進來之後 Bn再丟過來 Bn再變成ILUI 那當I等於2以後咧 它這個ILU就會重新接到這個FC 然後FCBnILU FCBnILU 以此類推一直下去 然後最後FCFinal就是接最後一個ILU出來 然後 後面就是完全一樣了 所以這個當你要寫一個30層深的網路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用回圈來做這件事 你要需要注意一件事情 名字必須要不一樣 這個物件名稱是可以一樣的 而且可以一直覆蓋 但是名字必須要不一樣 好 這樣子做了以後 我們使用Aden 即使我們使用Aden來做 你都會發現一件事情 它沒有辦法優化成功 這是30層深的網路 好當然呢 你可以再試試不同層深的網路 你會發現這個 如果你願意試到100層 那這絕對不可能成功的 畢竟30層都很難了 對不對 但是你30層如果條條參數 應該還是有機會的 好看到了嗎 它的Loss幾乎不降 好 所以說 那這是為什麼 為什麼Bench Normalization 它即使是有辦法 它能夠幫助我們 協助我們進行這個優化 但是它還是沒有辦法 太深的網路 它還是束手無策呢 原因是因為 標準化這件事情 是可以把我們Scale 重新整理一下 然後Scale變成一致 讓我們T度容易傳回來 可是如果T度已經真的變成0了 T度如果真的變成0了 老實講你是絕對傳不回來的 這樣你懂的意思嗎 所以說 Bench Normalization 它只能夠一小部分 一部分的解決我們的T度消失問題 但是如果你已經到了30層 或是更深的時候 其實這些資訊跟0沒有什麼差別了 所以 這樣子的時候就沒有辦法再使用 這個時候你就必須要用其他更好的方法來做 這個解決T度消失 你就沒有辦法只靠這個Bench Normalization來解決了 好那我們今天課就上到這裡 那我們之前在第三節課結束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提到了深度學習領域的三大問題 過度擬核問題 T度消失問題 權重初始化問題 那過度擬核問題 這個方法好像比較簡單 就是隨機小批量 這條擴成正則化 Dropout 都可以用來解決過度擬核問題 但是T度消失問題 之前我們只學會Aden 現在我們又學會Bench Normalization 那這兩個方法 看起來能夠解決一部分 至少我們現在可以到 大概十幾層 大概不會有問題了 但是 這個 但是超過 假如說超過二三十層的時候 這個T度就直接變成0了 所以這些方法都無際於是 那 但是 T度會完全消失的深度 會因為數據性質不同 所以說 這個 這個 如果對於ImageNet的Data來講 搞不好一百層也不會完全消失 但是 總之 T度消失問題 就是一直存在這樣子 我們必須想辦法去解決 那我們後續會有這個 一系列的 就是我們後續在第七節課的時候 我們會好好介紹 那為什麼不是在下一節課的介紹呢 原因是因為 這個 2012年以後 人工智慧研究熱點在電腦視覺 因此 所有的突破 包括後面要解決T度消失問題的突破 也是在電腦視覺這個領域 那我們目前為止 都尚未開始正式介紹人工智慧領域 在電腦視覺上的特殊發展 所以說 我們如果先教你怎麼解決T度消失問題的話 你可能根本看不懂說 為什麼他是那樣解決的 你根本看不懂他執行的細節 所以在 這個 我們教你 這個 解決T度消失問題之前 我們會先這個解決 這個 我們會先把一些知識做一些補充 所以我們在第六節課的時候 我們會教你電腦視覺 在這個 人工智慧在電腦視覺上的發展這樣子 那基於這些知識之後 我們再來看最先進的研究 如何有效解決T度消失問題 那今天我們課程就上到這裡 那有問題的話 你再問我 謝謝大家